正宏被小三夾高搞 吃他 助他 还睡他老公 一旦你累垮了 就会别的女人去住你的房子 花你的钱 打你的小孩 睡你的老公 人妻撞小三 总是恨不得赏他巴掌 但新北市一名人妻 她的丈夫前年与李欣女子交往 她隐约察觉丈夫有外遇 直到去年中 这名李欣小三 一枚钱付房租 被房东赶出门 竟跑来向人妻求助 人妻心软 收留小三 只要求小三签下妾结书 保证不再和她的丈夫交往 不过 事情不是老人搜寻 很容易感到 人妻之后又在丈夫手机里 发现两人的性爱影片 这小三不止吃他的 助他的 还继续睡他的老公 气得提告 虽然小三变成 一开始不知道男方已婚 丈夫也推说 影片是签妾结书之前拍的 但检察官不采信这个说法 因此以通奸罪 将两人起诉 动新闻新北报导